加拿大十月一號起 將解除所有新冠病毒入境防疫措施 與檢疫隔離程序 而香港二十六號早上的六點開始 實施入境零加三的新規定 旅客不需要在酒店隔離 只需要三天居家監測 而當天凌晨 香港航空從臺北飛香港的班機 特地延後四個小時起飛 在六點十二分抵達了香港 成為新規定的第一架受惠航班 香港二十六號 其入境檢疫措施 從三加四改為零加三 旅客不需要在酒店隔離 一出機場 可以直接搭大眾交通工具離去 只需三天居家監測 這三天可以上班上學 但不可以去餐廳酒吧 和人潮擁擠的場所 香港航空一架從臺北起飛 原本預定在午夜抵港的航班 為了讓旅客享受新措施的便利 毅然決然地決定延後四小時起飛 在早上六點十二分抵港 成為首架受惠航班 有些旅客已經兩年半 沒有和家人團聚 入境大廳一看到 來接近的親人 立刻開心地抱在一起 不過香港衛生署規定抵達後第一天 第二天 第四天和第六天必須做四次PCR檢測 全部陰性才可以出門 商業團體 外界人士和香港居民 認為這套入境新措施 仍落後於國際社會 不利香港的競爭力 有損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呼籲應該立刻實施林嘉玲 鏡頭轉到加拿大 衛生部長杜克洛斯二十六號 宣布十月一號起將解除 所有新冠病毒的入境防疫措施 於檢疫隔離程序 超過九成十二歲以上的加拿大人 都接種了疫苗 這個月初 加國政府還批准了成人施打的莫德納 次世代雙架疫苗 因疫苗接種率 新疫苗及治療方法的進步 相關數據顯示 加拿大已經度過最新一波 新冠病毒的感染高峰 恭喜新聞往後的編譯